好久不见 我是阿弥 随着切尔诺贝利最后一集的播出 他在MDB上的评分定格在9.6分 这个分数什么概念 超过了绝命毒师 权力的游戏 以及雷打不动的地球麦冻2 意味着切尔诺贝利成为MDB有史以来 评分最高的美剧 分不能说明一切 但足够让咱们产生好奇 哎 到底有多好看 阿弥这两个月一直忙着毕业 前几集攒着没看 直到上个月23号晚上零点 实在架不住身边哥们的疯狂案例 当晚到了杯小酒 虽然明天是二次答辩 打算先看一集 放松放松 睡个好觉 反正一集也不长嘛 此时的我还没意识到 痛苦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故事一上来就超压抑 一个男人决定自杀 死前留下六盘磁带 然后时间线挑回两年前 切尔诺贝利和电站爆炸的那个夜晚 当晚消防员瓦西里和妻子 在家看到了远处发光的核电站 核电站的操作室里 一脸茫然的工程师们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走廊上的墙体膨胀变形 警报声响得不停 放射量目前是3.6轮轻 达到上线的测量 也显得无比安静 很快消防员赶到现场 他们穿着普通的消防服 用水管给屋顶灭火 瓦西里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 身旁的战友拿起黑色石块以后 手立刻开始溃烂 核电站里最接近堆心的工程师 皮肤逐渐往外渗血 此时 小区里有人推着婴儿车 到离核电站更近的桥上 看看这场非比寻常的火灾 瓦西里的妻子交集等待着 一个巨大的问号出现 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之所以产生恐惧 很大程度上源于未知 切尔诺贝利用镜头语言 肆意地展示那些未知 看不见的东西 像恐惧 辐射 死亡 怎么拍吗 夜晚的桥上 镜头从福特家倒入杯子开始 拍喝酒 拍闲聊 这些无知 而且无辜的人 表现得越轻松 越快乐 画面越吓人 接着用慢镜头 陆陆续续扫过了 桥上的男男女女 微笑着的婴儿 几岁的小男孩 利用逆光制造大块的阴影 让每个人的脸 看起来都是黑的 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弥漫在空气里 头发上的灰尘 人 却毫不知情地在阳尘下舞蹈 著名的西区可可模式产生了 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打牌 突然 拼那声发生爆炸 你除了会被吓一跳 就没其他感觉了 但在四个人打牌之前 先给桌子下面 正在倒计时的炸弹一个特写 镜头上移 拍他们愉快打来的样子 悬念就产生了 所以核电站爆炸的镜头 不是没拍 故意拿到第五级放 第一级 只呈现了生与死的暧昧状态 迪亚特洛夫的每一步隐瞒 欺骗 每一个笃定的眼神 都让人寒毛着述 老同志振奋人心的发言 更是把这种恐惧推到极点 悬念还没有结束 当晚负责操作测试的工程师 斯特尼考夫被高层约谈 首先 上线1000轮轻的辐射测量 已爆表了 其次 斯特尼考夫同志看到了石墨 他们都知道 整个核电站只有一个地方有石墨 那就是堆星内部 所有的现象都指向一个结果 桌子底下的定时炸弹 正在爆炸 而且炸的是核反应堆 反应堆爆炸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将释放 日本广岛原子弹400倍的辐射 意味着没有任何防疫措施的消防员 都将患上严重的辐射中毒 并迅速死去 当晚在桥上的所有人都得死 意味着白俄罗斯三分之二的国土 将受到核辐射的污染 意味着1986年 距今33年前苏联统治下的 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 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 无法挽救的核电事故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鬼神般的第一集 实在是太好看了吧 要构图有构图 要节奏有节奏 对真相的隐瞒 让每一秒都充满悬念 群像表写不要太精彩 长篇调度不要太刺激 果然没停下来 阿弥发了一条捆弄拳 继续毒害下一个人 然后 看完了切尔诺贝利的剩下几集 天亮了 顶着困意完成的答辩 那一夜我思考了许多 切尔诺贝利的第一个场景 揭露了谎言的代价 死亡 列加索夫和鲍里斯 从核电站爆炸 政府企图掩盖真相 到救援部队的行程 扑灭行动和清扫行动 全面展开 一个是科学家 一个是高层官员 虽然两人一开始 都有判断上的失误 但他们很快人进现实 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默默承受着辐射 一点点清扫残局 没有人比他们更像英雄 但这部反人类的剧一开始就说 我们不关心英雄是谁 只想知道该责怪谁 谁来为谎言付出代价 在两人的指挥下 三名志愿者 貌似进入核电站拧开水阀 矿工光榜子下井 以及用人肉清理天台 超高辐射的石墨 等等这些事件中 无一步充斥着谎言 面对谎言 对肉体来说 能付出最大的代价 就是死亡 这两人踏入切尔诺贝利那一刻起 就已经被死亡选择 那对于集体 体制 国家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呢 在思考这个答案之前 让我更困惑的 还有豆瓣上的一星差评 25号开始 微博和公众号上有人指出 这部剧才是最大的谎言 欺负死人不会说话 美国为什么不拍XXX事件 非得来抹黑苏联 一个国家倒下了 这个国家的平民英雄 也会被敌人 诋毁成没有脑子的莽夫 被忽悠着去送死的可恶 苏联是准备40年核战争的超级大国 工人和军人居然会不知道 核辐射有危险 还真不知道 在白俄罗斯作家 阿列克写耶维奇编写的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 一位接受采访的教师说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 面对核弹攻击时 我们都很清楚 要如何防范及处理 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 生化战 以及核战 但我们从未学过 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 从我们体内除去 中央会派人到城镇 来跟工人与人们商谈 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 如何去除辐射活性 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 也不知道食物里 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 对他们而言 这些东西就像外星来的一样 他们只知道赞颂苏联人民的勇敢 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 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 网上还有人说 这部剧为了突出工人的莽撞 导演让他们脱光了衣服 在辐射里工作 书中写道 他们在高达50摄氏度的地下 赤裸身体 一边爬行 一边推着推车 底下的轮情伎俩高达数百 这些人也活不太久了 切尔诺贝利中大量的细节 包括那只跌落的小鸟 用钱互当屠杀动物 天台90秒 都参考自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这是一本 切尔诺贝利和灾难 幸存者口述实录 不能说百分百还原历史 回忆会说谎 但读完过后 阿弥在想 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真实的呢 即便是最顶级的小说家 也难以编写出 这些地狱般的细节 更何况是身处绝望的民众 阿弥 民众在欺骗自己 因为如果不这样 他们活不下去 这件事在他们看来 就像战争一样 但战争你可以理解 切尔诺贝利却不能 这些无法用经验应对的恐惧 应该记得还是遗忘 对于集体 体制 国家 谎言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谁来 或者说谁能 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 幸存者的苦难买单 把迪亚特洛夫判死刑 就能结束一切吗 剧中有一个人 也在思考这个事 白俄罗斯物理学家霍密克 阿弥一直查不到他 看了最后一集才知道 他是个虚构的人物 他的存在类似于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作者 他代表着这一类 在被谎言包裹的环境里 为真相而奔波的人 剧中他仿佛链接了一个出口 挖出核电站设计缺陷的真相 告诉世界 谁最应该为这起事件负责 作者阿列克·协耶维奇 冒着核辐射的危险 深入切尔诺贝利 采访当地幸存者 为了什么 跟加西亚马尔科斯 卡夫卡 鲁迅一样 为了留下故事 这些故事跨过时间空间 跨过封锁 变成文字 变成书 拍成电影 电视剧 在21世纪 仍不断被人提及 谈论 故事里藏着 足以戳破谎言的力量 历史 通过艺术的催化 让这些故事 比核辐射更强大 比反应堆更炙热 我能想到 对于集体 体制 国家 谎言最大的代价 不是一个政权的解体 灭亡 而是他即使灭亡 仍要在地狱 承受着 切尔诺贝兰的悲悲 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关注我 顺便一键三连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